中国男性杨阳近期与演员王楚然 主演了新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 她在剧中饰演消防战长宋燕 没想到该剧的剧情日前却引起了争议 剧中杨阳从背后拥抱王楚然 男人玩灭火器的画面 迎来不少观众质疑他们善用公共消防设备 此外杨阳的老板贾世凯 也是该剧的出品人 针对争议做出了回应 表示剧中所用的灭火器 是男主角宋燕自费购买 来教导女主角许庆使用的 并非挪用公共消防设备 她谈言该剧希望展现真实的救援场面 藉此让大众提高对消防人员群体的关注 所有的操作都是在专业部门指导下进行 没想到该片段会引起争议 对这次的舒适深感抱歉 未来会听取观众的建议 加以改进这些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